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田纳西州一座高中12号发生了枪击 造成一人死亡 另有一名警察中枪受伤 一名涉案嫌犯被捕 事发在诺克斯维尔市 出市高中校园已经封锁 多辆警车停泊在周围 警方表示正在进行调查 并且呼吁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事发在当地的下午3点多 警方接纳校内发现枪手 而警方到场时发生了枪击 一名警员中枪 警方发现一名男子当场死亡 另外一名男子被扣查 校方则表示 校园已经恢复了安全 未受波及的学生由家长接走 校方也正在收集 这起不幸事件的资料 之后会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硅谷地区上周末再度爆发了 大规模的集会示威 抗议持续针对亚裔社区的 仇恨暴力行为 有民众不满民选官员 一直空谈反歧视 但没有任何严惩犯罪的措施出台 上千人聚集在政府广场门前 并参与游行 谴责几个月以来 全美各地针对亚裔的仇恨暴力行为 很多其他族裔民众到场 声援亚裔社区共同反歧视 有民选官员在发言中提到 美国历史中要魔化日本和穆斯林的时候 都曾导致这两个民族的移民 被歧视受攻击 有参与集会的民众不满民选官员们 发言中多是空谈 不能忍受针对亚裔的歧视与暴力 但却没有涉及任何严惩犯罪的实质内容 就是不要去姑息他们 不要今天抓明天放 那你自然就不会再有人想攻击你 对不对 在街头上你说那么多老年人 被人无缘无故就塞到地上 我就不信他如果是黑的 他不黑的年轻人 只黑的老年人 OK 这不是黑的 这是crime 类似反对仇恨亚裔的集会示威活动不断举行 与此同时 针对亚裔的暴力程度却在升级 就在离这里60公里以外的奥克兰 几天前就发生了持枪抢劫亚裔的恶性案件 防卫视刘海平硅谷报道 为应对加拿大事业严重的 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仇恨行为 加拿大亚裔反种族歧视联盟 于4月10日在多伦多宣告成立 加拿大政府三级政要 法律界 商界 以及加入联盟的社区组织代表 出席了联盟线上成立大会 即新闻发布会 与会的联盟参议员胡子修 安大略省议员柯文斌 以及联盟负责人等 在发言中均表示 华人对加拿大的建设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种族主义 我们亚裔社区必须团结起来 共同谴决暴力事件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存空间 也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的生存环境 联盟由东东欧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华人同乡总会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协会等 13个华人社团共同发起成立 目前已经有300多个社团和机构加盟 联盟同时组建了 由政界和社区代表组成的顾问团 以及由专业法律律师组成的律师团 那我们希望联盟的发起 能够在团结我们亚裔族 尤其我们华裔的这个群体里面 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整合团结的力量和作用 让大家的力量共同地能够发声 能够在各行各业各社会各界 发出我们的声音 近日在多伦多市议会 全票通过了由市议员 丰奈桂侠提出的反酬会亚裔议案 加拿大第三波疫情来势凶猛 疫苗接种进度缓慢 加拿大的医学会就表示 加拿大联邦和省各级政府 对此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加拿大目前疫苗接种进度缓慢 全国仅有16.5%的人口 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 已经完成两针接种的 不到全国人口的2% 而且许多省份仅接种了 收到疫苗的60%左右 以致一些疫苗存放超过有效期 在布雷甸哥伦比亚省 还发生给十多人 注射过期疫苗的事件 加拿大全国医生的行业组织 加拿大医学会指出 多个省不让家庭医生 加入接种疫苗服务 浪费人力资源和疫苗 克林斯医生表示 疫情开始以来 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 但是政府为对抗疫情 采取的封城措施和居家令 实施的既不严格 也不彻底 而且效果还未显现 就解封 结果造成 现在第三波疫情来势凶猛 确诊人数不断创新高 全国各地的 深切护理病房 人满为患 为医护人员带来巨大的挑战 克林斯医生认为 要遏制当前第三波疫情蔓延加剧 政府必须严格执行 封城居家令 直到病毒传播真正受控 凤凰卫视 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波特 近日在节目中猛烈抨击了 拜登政府的新移民政策 并要求拜登政府恢复 沿用前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根据报道 阿波特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表示 因为拜登政府采取的措施 非法移民问题将继续恶化 他还表示 拜登应该立即恢复上届政府 制定的留在墨西哥政策 并称拜登可以继续 沿德州南部边界修建边境墙 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由于美国政府的新移民政策 美墨边境无证移民人数激增 截至本月6号 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卫生部监护的 无人陪伴未成年非法移民 已经超过2万人 昨日在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 布鲁克林中心街道 一名男子遭到警员开枪后 驾车逃逸过程中撞车身亡 事发时20岁的非裔男子莱特 因为交通违规被警方拦下 并发现他身负一张未执行的逮捕令 当警察试图逮捕他时 这名男子走回自己的车中 随后被一名警察开枪击中 莱特随后驾车逃逸 不幸撞车身亡 家属要求警方必须查清事件的原委 给出答复 莱特事件发生时 恰逢弗洛伊德与海岸停审 进入第三周 明州当地气氛已经倍感紧张 入夜后数百名示威者 聚集在事发的警察局门外抗议 在与警方对峙过程中 示威群众破坏警车 警方发射催泪弹 驱散人群 加州洛杉矶县 在新设一处大规模疫苗接种点 该接种站设于Glendale社区大学 根据报道 Glendale社区大学的停车场 将成为大规模临时接种疫苗的地点 该接种点被称为Giro City Vax诊所 每周可提供多达1万剂新冠疫苗 该疫苗接种点将在每周四到每周日 上午7点到下午5点进行疫苗接种服务 民众需要下车排队进行疫苗接种 根据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地点只接受预约接种 任何在洛杉矶县生活或者工作 并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进行预约 首批预约已经于11号晚上早上9时开放 根据Uber的周一公开财报 其过去一年的总交易额创下历史性的新高 网约车业务年化总预定量超过3700亿美元 外卖业务年化总预定量超过520亿美元 Uber今天在提供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一份文件中表示随着美国疫苗接种率的提高 消费者对出行的需求迅速恢复 并且出现司机紧缺的局面 为解决该问题 Uber上周已经宣布将斥资2.5亿美元 实施一项刺激性激励计划 旨在让司机重新上路 此外Uber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表示 只要联邦法律允许Uber将提供配送大麻的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香港特区行政官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当局又推出系列新措施 包括餐厅及酒吧等出所的员工及顾客打针后 可或放宽每座人数及营业时间 而安老院设探访者如果打了针 就可在快速检测后进行探访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已连续三天没有发现本地源头不明个案 第四波疫情已明显受控 而港府将考虑停止为不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人士 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但自费检测服务将会继续 中台湾南投鱼池香 12号下午发生火烧山 由于天气干燥 且近期台湾中南部干旱缺水 山火不断燃烧 增加打火难度 直到晚间火势人未扑灭 由于起火点没有道路 让消防车上去 消防人员只能用防火线控制火势 并请求直升机支援灭火 位于火场镇下方的鱼池中学 相距不到百米 岌岌可危 消防队已派员在学校顶楼警戒 校方担心学生安全 紧急宣布全校13号停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续续过后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一是全线收跌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 从上周新稿回落 投资者关注即将开始的财报季 一些市场人士担心 拜登提出的巨额基建计划 可能引发高通胀 我们来看星期一 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是开盘呈现负面低开 随后道指在盘中移住上探了历史显高记录 收盘时又是出现效服下跌作收 但是道指的交通股指数 则是创了历史显高记录 新期投资人还是相当审慎保守观望 心态浓厚 因为从星期二开始 将会有重量级的经济数据 也就是通胀物价指数出台 还有公司盈利消息将会陆续拉开序幕 通胀物价指数 有券商认为会达到百分之二点五的升幅 是超出原来的百分之一点七微强 所以市场略微表示担心 另外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也有券商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季度 因为将会公司在通过盈利报告 表现出这个疫情对公司业务造成损害 以及今后对这个前景的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芯片类股还仍然是 在投资人高度关注焦点芯片短缺 对很多的工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英伟达表示 他们将会自己生产芯片相关的一些铺件 所以造成其他的竞争对手 像英特尔和AMD重挫 百分之四 英伟达则上升百分之五点六 另外是邮轮类股 在星期一 获利回主抛压下降百分之四 而联合航空则下降百分之三年九 因为他们表示第四季的营业收入 是同比下降百分之六十六 主要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微软公司将会出巨资 收购一个语言辨认的软件 牛网斯 所以牛网斯公司上升百分之十六 那么十年长债收益率 是略微小幅反弹为百分之一点六七一 石油价格是上升百分之零点六四 五十九块七毛钱一桶作收 黄金价格小幅回落 百分之零点七三 是一千七百三十二美元一盎司作收 那么比特币在早时开盘的时候 一度又上升了 新高低了六万一千 收盘时是六万零碎十五点零一亿美元 以上是新机情况 风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青少年领袖与C&D Global Humanity基金会创办人Cherry Chen 近日联合亚裔家长协会核桃学区华裔家长会共同举办记者会 呼吁社区保护亚裔青少年不受歧视 出席当天记者会的有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前河刀市市长 河刀学区华裔家长协会创办人苏王秀兰 洛杉矶社区大学教委Mike Fong等民选官员及学区代表 在会上C&D基金会宣布 将与亚太家庭服务中心几位知名医生一起合作 保护并提供资源给有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和家庭 前河刀市市长 河刀学区华裔家长会创办人苏王秀兰也在当天表示 希望呼吁广大的华裔父母和青少年 如果在社区或是学校被歧视或受到伤害 或者受到欺负 不要再做沉默的羔羊 要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希望我们亚裔 尤其我们中国人联合起来 两百多年前我们祖先就来了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被重视 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被重视的机会 所以请大家联合起来 把你的声音发出来 帮助我们青少年 让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据介绍 CND世界人文基金会的宗旨是要帮助提倡教育 全球化 社区服务 文化差异 贫困学生等 CND世界人文基金会一直致力于筹款帮助社区 并曾在近期捐给洛杉矶郡100万医用手套给医生和护士 基金会还将捐赠23万只KN95口罩给洛杉矶联合学区 以帮助学生和教师返校上课时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凤凰卫视孙嘉义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故障新闻方面 去日美国借贷中心在位于南加州长滩市的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详细介绍由拜登刚刚签署的PPP薪资保障计划 据美国借贷中心总裁沈仲介绍 PPP薪资保护计划贷款 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3月27日签署的 KARS Act授权中小企业局 发放给小企业和自雇人士的可免还的救助贷款计划 是美国联邦政府给美国的小企业和自雇人士 在大流行中带来的资金福利 而美国借贷中心已经在2020年6月8日 获得中小企业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授权 成为全美国仅有的几家全国性非银行 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机构之一 美国借贷中心一直在这边积极地为大家争取 获得联邦政府的PPP的这样一种资助 对于小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些自雇个人来讲 你还有机会我们非常愿意为你们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服务 而且是免费的服务 如果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希望你们直接联系我们美国借贷中心 我们有中文的热线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 出席当天发布会的还有盛盖博士副市长丁元玉 他在讲话中感谢美国借贷中心 为民众免费提供便利服务的精神可嘉 更是为他们的专业高效称道 并提及盛盖博士大批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 也需要这样优秀的金融机构 专门免费为民众服务 他是这样成功人士 但是他也愿意服务社区 那么也愿意来解决我们 特别是在疫情当中 受到打击的那些企业 小企业或者是自雇组 那么有机会拿到政府的补助 这个补助也是对于恢复 大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 据了解目前PPP薪资保障计划 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今年5月31日 美国借贷中心希望通过此次新闻发布会 呼吁更多的亚裔企业和自雇个人 取得薪资保障计划贷款 争取得到政府的资金福利 凤凰卫视孙嘉义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